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今天的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评论区看到的一个小粉红的发言 就是说的没有问题 总统就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就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见 没必要宣传台湾民众的友好性 岛上全都是敌人 直接核弹洗地就行了 首先我不觉得说中共想要让台湾回来跟他一起统一 他只是想要台湾的那个岛 我首先不觉得中共的高层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他更想要台湾的人 第二就是老实说 如果他真的是心里怀着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我觉得不管这位或者说有这样想法的人 他之后经历了什么 就在中国经历了什么 那确实都是应得的 我们就不管任何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们就说作为人类本身 我觉得他也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 因为对于一个生活这2300多万人的地方 张口就是扔个核弹是吧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都知道有什么这种 留岛不留人之类的这种发言 但是我看到都是别人的各种截图 这次是直接让我见到活的了 原来真有这种东西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中国真的扔了核弹的话 会遭遇什么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说率先他是开启核战争的一个国家的话 我觉得那还真挺有勇气的 习近平都没有这位这么厉害啊 就是拿核弹来吓唬人 就是说的好像你手里有一样 人家习近平一个能扔出来核弹的 人家都从来没这样说过 嗯 也不知道是这一位他就是怎么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和怎么说呢 就是自我感觉有点过于良好了 说句大实话就是在中国你能决定什么呀 就像核弹什么的就不说了 国家决策也不说了 就连你自己日常的生活 相关的各种物价甚至政策都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家中共的自己人内部就直接决定了你所有的命运 你甚至连看一看的权利都没有 就只配是老老实实去当个韭菜 被这个共产党好好吸血 一点人权都没有的人 甚至说还不如古代一些国家的那个奴隶 更像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到底在嚣张什么 这两天呢 北京是忙翻天了 咱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就是对俄罗斯 是这么的友好吧 我就不说巴结了 反正像是那种就是俄罗斯虐中国千百遍 中国带俄罗斯如初恋的那种感觉 普京去一趟中国 红毯铺的数量真的是吓死人 就是这是怎么着呢 就是普京的脚是走不了正常的地吗 难道不是红毯就不会走路了是吧 我觉得铺一下是正常 问题是这个铺法就眼看着我都会觉得太离谱了 其实这也就算了吧 你铺就铺吧 中国他还找了就是一群孩子 在边上一直这个欢欣鼓舞 我说真的不禁想问一句 就是这到底跟朝鲜有什么区别 上次习近平去朝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就真的完全一模一样 要不是这个镜头里面没有 金三胖 我肯定毫不怀疑习近平和普京现在是在朝鲜 我看了就是还有点含毛直立的感觉 关于普京这次的访问呢 中国可以说是给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并且呢为了两国的友好交流 中国对于自己官方的言论上的审查是非常的严格 普京来这件事情热度非常的高 但是呢留言评论全部都得精选 也就是审核过选择之后呢才能显示 环球时报是这样写的说 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两国在安全观上有着相似的立场 并保持着有效的战略沟通 共同反对联合博弈和冷战思维 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反对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分裂世界 反对对抗性政策和干涉他国内政 首先呢乌克兰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所以乌克兰少和俄罗斯之间是不存在是国内内政的 而且呢他说两国在安全观上有相似的立场是吧 我其实特别想问就是乌克兰难道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了吗 不要说什么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因为呢也不是开战的一个理由 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来之前其实有朋友说就是不支持我说 无论如何开战方都有错的这个结论理论 他说如果说国家被压迫了欺负狠了就应该主动反击打过去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设想一下 之前日本他搞清销的时候呢被美国是反击 然后狠狠的打击了他们的经济对吧 几乎一蹶不振 那你说那个时候按照你的这个想法 日本其实当时应该向美国开战 就是你觉得这是正确的 无论是什么问题战争都不会是这个问题应该有的解决方法 一场战争害死和害惨的人能算得出来吗 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是必须的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现在本身它就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或者说其实俄罗斯挺想加入欧洲成为欧洲国家的 但是欧洲怎么说呢反正一直不接纳他们 所以俄罗斯就只好跟他们作对 无论两个国家之间是怎么博弈的 你最终去选择一个暴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从而把两国的人民全部拖入那个战争泥沼里面的那一方 我觉得都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呀 就比如说是小明他开了个服装店 那旁边小张也开了一家 但是因为小张人家更有眼光 人家商业头脑更好 然后拥有各种的商业策略什么的 所以人家做的越来越好 慢慢的就把小明的店就挤兑得没什么生意了 甚至呢马上就要把小明撵走 把他的电影一起盘下来扩张了 难道小明就应该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在小张撵走自己之前 拿把刀跟这个小张决一死战吗 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吧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 就是本来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是竞争关系啊 就是世界上因为各方面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不管是土地人口还是各种物质元素等等 就是你让别人不跟你争怎么可能呢 本来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在争这些东西 但是竞争归竞争 你不能因为你这个手段不高明 或者是怎么样 你竞争不过你就下杀手吧 所以我才说这个发动战争就是不可原谅的 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了说这个二战的时候 英法应该在看到德国那个苗头之前 就应该直接打德国 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没事了 我们先不说历史它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假设 但你这个说法你自己不觉得很矛盾吗 就是我们本身是想要避免二战 就是希望二战不要发生了对吧 可是你这个做法难道不是提前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如果英法提前攻打德国 那不是还是开始战争了吗 就是再加上谁也不能够保证 就是英法当时能百分之百的就把德国给灭了 而不是被人家反打 如果说英法成了战争发起国 那不就是侵略德国了吗 那德国还拥有了一个反抗 或者说怎么说呢 开启全世界战火的一个正当性了 甚至说它在最开始的时候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 因为它是被侵略方呀 难道这样的结果会更好一些吗 我们就算是做这个设想和假设的话 我们也是在想怎么才能避免二战的发生吧 而不是提前开启这个战争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逻辑我是捋不清楚的 就是想要避免二战 我们提前打仗 那不还是打仗吗 就是这个假设的结果跟之后没有任何区别呀 难道说这个英法打仗了主动打 就不用死人了 就不会造成国家之间的伤亡了吗 就是无论如何我们想的办法是怎么让德国 就是说避免它来开启这个战争 而不是说提前把它给打趴下 就是说这个战争不要打起来才是一个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 中国的战争教育问题我觉得真的很大 因为它从逻辑上好像就只有打对方和被对方打这两个选择 难道就不能是不打仗这个选择吗 又扯远了就是主要是这个说法确实让我有点目瞪口呆了 我不知道那个逻辑是怎么怎么怎么想的 我们接着看这个环球时报说的话 他接着说呢就是保持着有效的战略沟通 我觉得中国能这么说 其实就已经是我摊牌了 我不装了 我彻底摆明态度了 就是要跟俄罗斯站在统一战线上了 至于后面紧跟着的那几个反对 我觉得就完全是后脸皮了 因为他们反对的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让我震撼的视频 我不能说这个视频让我震撼吧 因为吃惊的不是这个视频本身怎么样 是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它的一个弹幕和评论 我真的很惊讶 这个视频的标题叫做 从360P走到4K 这条路您走了好久 普京就职典礼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是用的 我是专门录了一个带弹幕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人员 这个人员 这个人员 工作为了 让你成为幸福的 谢谢大家 我會保護我的家庭 和雞翰和雞翰和雞翰 我會保護我的家庭 為再迎 붙的 因為外夥布 一個我的 Switzerland 浩瀔 由雞翰和雞翰和雞翰 無E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评论 对不起我真的很想笑 说是叶利钦唯一做对的是 是吧普京扶持上来了 说他接手一个崩溃的烂摊子 用自己的青春缝缝补补 现在勉强像个样子了 下面 天崩局急先操作 硬掰回上三场 说也不算青春吧 那个时候大地也50多了 接下来他回复 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 确实还算年轻的 政治家 这个词真是被污名化的不能要 接下来说 竟然看哭了 果然忠于自己的祖国是最让人敬佩的 然后说 一个真正意义上拯救了俄罗斯的人 他稳住了即将倒塌的大厦 他虽不能让他金碧辉煌 但绝不会让他千疮百孔 所以现在俄罗斯没有千疮百孔吗 说第一次陪大地登位的礼兵都老了 有一种放眼望去皆是对手的感觉 后面慢慢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坦然 大地真的不容易 走过青丝到白发的岁月 也可能走完余生 因为视频开头那句话拉我入坑 温柔的人永远是最强大的 果然没错 大地从年轻帅到老 为大鹅配得上鞠躬尽瘁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家 首先就是普京在一开始说的那段话 它是叶卡杰琳娜二世所说的话 他只是引用了一下 我不知道朋友们的心情 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 但是我是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刚看到的时候 我惊呆了 我真的惊呆了 就是我心里都有一种 特别扭曲的感觉 所以我刚才可能控制不住 我自己的表情 我特别的 特别的想笑 又特别的崩溃 所以就是大家有看到那些弹幕吗 最开始的时候飘过一条说 美国来一个普京这样的总统 会再次起飞 后面跟了一条说 老美不会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骨子里就没有这么优秀的东西 我就只能是紧接着在后面又有一条 美国当然不会有 人家只能做两届 这个还是让我稍微舒服了一点 但是接下来呢 那个选择 就是右下角那个选择出来之后 满屏都选择了 辛苦了 咱都不知道 说啥好了 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就是你 不然你稍微看一下自己的生活吧 我觉得真的比普京可辛苦多了 因为像是这种一直连任的 别的我们都说 就这种一直连任的 几乎就是跟独裁 已经没有什么两样的这种国家首脑 我们这些平民 其实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些人的生活 我只能说至少有几百个 甚至是几千个人都是工作 就是专门来伺候他们这一个人的 就他们辛苦在哪啊 我们所有的人都还得为生存奔波呢 好吗 就是中国之前有一个电视剧的台词 流传的很广 就是也说的很明显 说你一个丫鬟不可怜你自己 去可怜你锦衣玉食的主子 韭菜们不觉得自己命苦 觉得拿镰刀去割你们的时候 割的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你说这样人怎么说 而且我还真的特别想问 就是崇拜普京的人一句 就是普京到底做什么了 能让作为中国人的你们这么吹他 这个问题算是帮习近平问的吧 我他估计真挺想知道的 然后这个普京和习近平不是要一起出席 这个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简称哈恰会吗 接着呢哈尔滨的学校就开始发通知了 提醒家长嘱咐孩子们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敏感词汇 就是说些有的没的 我要是家长我是真的很想反问一句 就是敏感词汇到底都有什么 不要传播转发暴力 负面影响政治等内容 我很想知道啊 一个经济贸易相关的会 它跟暴力有什么关系 你直接说俄乌战争 你不准说向着乌克兰的话不就行了吗 负面影响到底是什么是负面影响呢 而且它这个暴力我还能理解 它为什么不敢直接打出来 你说政治都不敢打出来 我是我是真的服气的 说好的就是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呢 就是是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话题都不能说 还是有一个范围 如果有的话那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真的 你们自己想一下 你们不觉得这很搞笑吗 因为敏感词汇 因为太敏感了 所以呢他们自己就不能说出来 但是呢又要所有的平民都明白 这些是敏感词汇不准说 问题是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哪些是敏感词汇 就是如果真不知道怎么办 说白了就是他们还是故意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给你这个具体的范围 或者说他们也是真的就是不敢提 因为他们还有上面嘛 上面还有上面 所以就是大家都不敢提 就只能是大家开始自行想象了 而且呢这也是为了让你能够怎么说呢 自我阉割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人闭口不谈的东西只会是更多 就比他们要求的还会更多 每个人怀疑可能是敏感词汇的内容 都会选择不说的 所以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嗯 OK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 我每个月呢都会有一到两个 这个question and answer的这个视频 专门来回答会员朋友们的问题 嗯 但当然了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我个人隐私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呢可以继续收到朋友们 就是五花八门的问题 我们呢就一起思考 一起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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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